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乾隆通报大验前从事稍多 但是比起普通的小瓶钱那就非常少了 乾隆通报大验前最为常见的就是 金局户部保全局所著的双点通版 根据满汉文各自的不同特点 调分为以下四种版别 第一 小企政治 这一版是保全局乾隆通报大验前最为常见的 它的特点是面文四字结构用称 前字右边的起字较小 外轮廓较窄 铸造精美 版别比较单一 只有保字右足 未有长短之锋 第二 大起长字 这一版比较少见 它的特点是面文乾隆爱字 宽扁 通报爱字 瘦长 外轮廓较宽 这一版别较为复杂 按前背满文保字的可封为出头宝和不出头两种 不出头宝又可封为小字版大字版和出字版三种 其中出字版保字下面被这种脸横与左右竖笔都不相连 而出头宝极为少见 它的特点是面文四字宽载悬殊比较大 背面满文保字出头 这种钱也被称为成品式 铸造精美 经常被全有误认为是燕钱或是母钱 第三 大字三地楼 这是比较少见的版别 三地楼 咱们昨天的视频中讲过 就是笼字的正常写法是 下面是一个生字 而三地笼的笼字下面是一个三字 通字头有平直和上翘两种 前的直径大于前面的两种版别 第四 单点通大雁 背出头宝 这一版是极为稀少的 其特点为面文为楷书 背满文出头宝 铸造非常的精准 与常见的版别不同 保全局前龙通宝大雁前 根据品线不同 版别不同 它的市场价格也是不同的 最常见的版市场价格也在两三百元左右 稀少半别价格就更高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